圆圆猪的秘密 圆圆猪最近看起来很神秘 它总是躲着大家偷偷地出门 圆圆猪好久没和我们一起玩了 对呀 而且常常找不到它 真奇怪 它在忙什么呢 好朋友们觉得很奇怪 于是决定悄悄地跟着圆圆猪 看看它到底在做什么 这一天 大家来到圆圆猪家门外 偷偷躲在草丛里 不让圆圆猪发现它们 我得再躲进去一点 要是被圆圆猪看见我的耳朵 它就发现我躲在这里了 琪琪鼠 我看见你的耳朵还尾巴了 你要再蹲低一点啦 快帮我看看 我的耳朵露出来了吗 露出来了啦 再躲进去一点 这样可以了吗 小声一点啦 都没人 太好了 我要到秘密基地去准备神秘礼物了 躲在门外的蹦蹦兔 琪琪鼠和汪汪狗 一看到圆圆猪出门了 就紧紧地跟在它后面 为了怕被圆圆猪发现 大家还拿了叶子遮住自己 围墙上这三个影子 就是它们三个人 其他朋友知道了 也偷偷跟在圆圆猪后面 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有一个数字 找找看一到五 少了哪一个数字呢 我的秘密基地到了 赶快用布围起来 免得被别人发现我的秘密 这边得用钳子把铁钉拔掉 然后再用铁锤定老一点才行 绳子好像太短了 还是应该用尺量好后 再用剪刀剪下来才对 奇怪了 那是什么声音啊 圆圆猪躲在布后面 都看不到它到底在做什么耶 你们看这块布上的四个图案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对呀 那是什么啊 正当大家好奇地看着这些图案时 圆圆猪突然出现了 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 太好了 我正想让大家看一样神秘礼物呢 这是我要送给蹦蹦兔的生日礼物 蹦蹦兔 祝你生日快乐 哦 原来你最近这么神秘 就是偷偷在准备这份神秘礼物啊 圆圆猪 谢谢你 我好喜欢这个跳跳床哟 这个跳跳床好大哟 快来排队 大家一起玩吧 蹦蹦兔是兽心 你排前面 我们五个人 依照衣服上 一 二 三 四 五的顺序 排好队咯 大家看到这个超级大的跳跳床 都好兴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